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就先走了 不过提醒你一句 如果没事 就让他自然睡醒 千万别去打扰他睡觉 蓝忘机掀起眼眶看着蓝西辰 蓝西辰道 尤其是在他心情不好 喝醉了酒后的第二天 千万别在他没睡醒的时候去吵他 因为他这个时候的起床气势最大的 骂人也特别厉害 说着蓝西辰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 扬起嘴角笑得特别阳光明媚 我就曾亲眼看见过这样的场面 蓝忘机好奇地闪着眸子看着蓝西辰 蓝西辰笑道 我记得 在我即将回国的前几天 魏公子刚跟温染宁朝家闹分手 魏公子也曾喝醉过 第二天还在他呼呼睡的时候 有人不知死活地去他床上跳 你猜结果怎么样 结果怎么样 蓝忘机一双总是清冷的眸子里 似乎突然有了些许温度 蓝西辰一正 总觉得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当看清自己弟弟 的确对魏公子的这个八卦很感兴趣后 蓝西辰扬起唇角笑了笑 道 结果就是 那个人不但被魏公子一脚踹下了床 还被魏公子骂得躲了三天 不敢见魏公子 蓝忘机掌节闪了闪 看着自己哥哥的眼睛里 盛满了某种不言而喻的情绪 总之不是坏情绪 看着自家弟弟这满脸不可言说的表情 蓝西辰温和地笑了笑 也没什么大事 没事你别去招惹他就行 他昨晚看起来心情很不好 我怕你吵他的话 他翻脸不认人 把你骂了 闻言 蓝忘机垂下眼帘 滴滴地说了一声 不会 也不知道他说的是魏无羡不会骂他 还是说的他不会去吵魏无羡 不过 这些都不太重要 蓝西辰重了一下领带 急道 我走了啊 蓝忘机轻轻问了一声 又突然想起来 蓝西辰刚才好像提到了温染宁 哥 蓝忘机突然叫住了 正往门口走的蓝西辰 蓝西辰回过头来 边在玄关处换鞋 边问 怎么了 蓝忘机抿着唇 想了想 还是决定问一下 哥 你认识温染宁吗 魏英M国的男朋友吗 认识啊 蓝西辰道 不过不是很熟 那 蓝忘机顿了一下 又突然眼神坚定道 那你觉得温染宁是个什么样的人 蓝西辰穿好鞋 直起身来 疑惑的眼神看了蓝忘机一眼 我刚才刚说 我跟他不熟 不过 蓝西辰顿了一下 疑惑自家弟弟 为什么这么魏公子的事 不过想了想 他还是道 我个人觉得 温染宁配不上魏公子 魏公子值得更好的 话落 蓝西辰没在耽搁 转身出了门 并把门带上 蓝忘机就正正地坐在沙发上出声了很久 才自言自语一句 他的确配不上魏英 因为蓝西辰那句 没事千万别去打扰他 心情不好又醉酒的魏公子 起床气很大 曾骂的人躲了他三天的话 一整个上午 蓝忘机果然没敢去打扰魏无限 只是一整个早上的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看书 偶尔抬套看看二楼卧室的方向 不知道过了多久 直到管家来问 是不是可以开饭的时候 蓝忘机才放下手中的书 抬手看了下腕表上的时间 已经是中午十二点了 已经到饭点了 蓝忘机抬起头来 视线落在二楼卧室的方向 卧室门没有一点要被打开的迹象 再等等 蓝忘机对管家淡淡道 接着收回视线 把视线重新落在他报了一整个早上 却没怎么翻页的书上 管家则是闻眼一愣 他家二少爷以往可是出了名的不近人情 到了饭点就一定要吃饭 管你来人是什么天王老子 反正到了饭点他就得吃饭 从来没有等人一说 看来楼上那位客人还算有本事 竟然能让他们家一向说一不二的二少爷魄力 推迟了用餐时间 只为等他起床